啊 人吃饭了 哎呀 对 我这有五百块钱 是我们老板资助你上大学的钱 你收好 哇 这么多 嗯 你们老板人真好 是我们老板人 哎 老板好 哎 王姐你好 你好 哎呦 这就是你那考上大学的女儿是吧 是的 哎 归你 这是我们老板 谢谢王老板 谢谢老板 资助我的五百块钱 乖 不对 你刚说多少来着 五百 哪呀 老板 这是这个公司的考行表 你看一下 嗯 听说公司那个王姐的女儿 考上大学了 对啊 你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对啊 听说考的还是清华北大 清华北大 可厉害了 有出息 哎 但我好像听说 他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对 那个 说实话 王姐也是命苦 嗯 改嫁了五次 没回到 那个靠不得老公 她现在家里面挺困难的 然后明天中午 也不去我们食堂吃饭了 就啃那个开水 喝那个馒头 就叫过 我看这个心疼了 这样啊 来 我这里呢 有五万块钱 啊 是我送给他的 算我个人的 老板 有不要给那么多吗 没事 你啊 务必亲自交到他手上 放心吧 啊 我去要给他 好吧 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不会的 那我 放吧 先下去了 五万块钱 老板跟他素不相识 给我 太多了 不想 给个两万 我感觉够够的了 刚好 买个包包去 公主管 厂长 好找你 那个 你下面是不是有一个 那个宝洁 王姐 他你要考上名牌大学了 是不 哎 公司炫耀了呀 可是有一个大 工厂的大新闻 啊 可不吗 哎 是这样的 老板知道这个事情了 因为 他的家里条件很困难 然后呢 给他拿了这个两万 给他女儿的租学金 这么多的 我看你笑的这么奸诈 你千万别打什么主意 知道不 你放心吧 我的人品 你还信不过吗 人家也不容易 好不好 我要干那些 没良心的事 放心吧 放心吧 那我先去忙了 嗯 嗯 是吧 装什么白脸花 哈哈 哎 你这萌孙来的 又哪有这么多钱吗 五百的够的花一年了吧 剩下的我刚好要买个别墅 凑个首付 王姐 王姐 快起来 别干了 哎 哎 快玩好 听说你女儿考上什么 秋华北大了 是秋华大学 行啊 山东宫里 出来一个厉害人 人王 这个不容易 老板知道这事啊 老板 那五百啊 是老板 资助给你女儿的助学金 哎呀 老板人真好 那是 老板什么人啊 你回去告诉你女儿啊 嗯 好好上大学 好好读书 嗯 毕业以后 害了咱们公司 你这个保洁的位置 我给他留着 以后啊 你们母亲俩 一起做保洁 生出去 多光荣 多有样啊 是不是 什么事啊 嗯 行吧 那你赶紧干活吧 我忙去了啊 哎 主管好 老板人真是嫂子 啊 行 你俩先帮我来 家办公室 哎 好的 嗯 老板 是不是有什么活让我干呀 我一插在床 没没没 王姐 来 嗯 你来康复多久了 来了个八年八个月了 嗯 那是挺久的 嗯 这样 你跟查理的 经厂长那么熟吗 挺熟的 我们是老巷 他们介绍我来的 对我们可好了 嗯 你们还老乡呢 对 特别照顾我 那这样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然后把他们叫过来 去去叫 老板 他们可忙了 你是不是 我有什么难 听到过得不好 你先别紧张 没事啊 我就是叫他们过来聊聊天 嗯 喂 经厂长 你带上那个狗主管 来我办公室一趟 对 立刻马上 什么事 好事找你 啊 老板 你俩干啥呢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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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好事找你们 什么好事啊 前两天 我不是给你们 让你们给到 王姐的那个助学金 你们给人家了吗 给人家 哎 我叫你给了 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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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呢 你 他给我多少 我就给他了 对啊 你给多少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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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真行 5万块钱 那你们给到人家的助学金了 你们居然层层苛扣 层层剥削 给人家层层扣了 4万5 最后剩500 你们可真有良心啊 你们人命被狗吃了吗 5万啊 那个是人家改变命运的机会 你们可能吃过饭了 买件衣服就没了 你们这有良心吗 就把人家这个命运给改变了 老板 我不觉得 本来是农村的嘛 能吃土 就没丢 你给我闭嘴吧 不要拦过闭过农村的 我要像薯沙袋 谁不是农村的 你不要以为你吃了几天城里的饭 就是个高包在上的城里人了 好 我告诉你 人家农村的都知道 谈心如苦 勤勤恳恳几十年 考上这个大学 就为了改变命运 结果你呢 你倒好 什么钱都敢贪 这个钱都敢贪啊 你 错了 我不敢 都不喜欢这样 我告诉你 没有以后了 我的性格你知道的 一次不忠 终生不用 你们俩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东西 去人事部打十字拨 这 哎哎哎哎 专长 专长 老板 王姐 这件事情呢 是我管理书 管理上的书补 来你别急啊 这还有五万块钱 你先拿着 带女儿去读书 老板 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没关系 带女儿好好上大学 你将来 有出息了 回归社会 赶紧去 老板 谢谢老板 哎老板 你这是干嘛 待会你就知道了 哦 啊 啊 我擦掉了 我擦掉了 帮我家一起来 哦 啊 给 脏了 脏了就贬值了 擦一下了啊 弯了 擦了 往里擦你身上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赶你当一辈子保安 我当保安 我愿意啊 挺愿意 反正我就告诉老板 上班睡觉 也不知道老板找我啥好事 保安 转过去 看美女的不给吗 看美女不要钱呀 转过去 工作了二十年 老板第一次找我呢 哎呀 怎么有钱 保安大哥 啊 这个钱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我一个保安 哪有这么多钱 那丢钱的人多着急啊 我先拿着吧 三更半夜的老板 怎么还没来呀 真的 你们三位都过来了 哎老板 叫我们过来什么事啊 啊 是这样的 今天叫你们三位过来呀 咱们公司的那个 销售总监的那个位置 已经空缺很久了 今天想在你们三位当中 选一个出来 我来当老板 我来我来 别着急 谁来当不是说你说了算 我有一个考核题 谁答的最好 我就选你们当中一个 没问题 来跟我过来吧 哎 你过来我跟你说 在这公司我资历最久 你没有资格给我竞争 好吧 进去以后 不要说话 安静的给我待着 听到没有 听什么呀 你的臭矮子 你还不服你啊 哎 你往哪窜 我进去面试啊 面试 你也配 老板说了人人平等 我也有机会 平等 你什么出身 你不知道吗 我城里人我白领 你还敢跟我说平等 我告诉你啊 进去你也是 一句话不要说 知道没有 不能把你嘴撕烂 眼睛给你戳瞎 可是我也想当领导啊 我爸说了望旅成龙 我要做成龙 你要做成龙 你拿什么做成龙 我告诉你 你是农村出身的 只配种地 听过那句话没有 龙上龙 凤上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知道没有 你只能种地 可是我领导 我都种了几辈子地了 我不想再种地了 你不种地 我不吃什么 我不耗什么 全国人民都有断粮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进去以后 你别给我乱说话 听到没有 听到 还跟我竞争 你也配 老板 这总监必须我来当呀 你别着急啊 凭本事 哎 他们两个人呢 快点 摸摸摸摸摸的 是这样的啊 咱们这个销售总监的位置呢 月薪是十万 年薪是二百五十万 但是呢 我有一个考题啊 今天在你们三个当中 选一位总监 不来 我先来 老板 我早上来面试的时候啊 在地上捡到钱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啊 我的 我的 别吵了 这个钱是我的 今天考试你们 第一个项目就是 在外边 我每个人扔着两万块钱 只有这个小姑娘 给我送过来了 证明她的人品和能力 都比你们强 老板怎么心眼那么多啊 还有这个裤子 你说你们跟着我多少年了 啊 就把这裤子讲的乱七八糟 还是销售部门的你们啊 你们平时都干什么了 不是 老板 我们经验比较丰富啊 我们还是高学历 他这个农村出来的 讲的花里胡哨 啊 农村的怎么了 你们还是高学历 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要的不是 你的那么高学历 我们要的是人品 你实力 你们两个我告诉你 今天的所作所为 已经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待了 今天这个总监是由他来当 你们两个已经被开除了 你 你这么决心吗 老板 不是我决心 是你们让人品不配 德不配位 走 后悔 我不会后悔的 来 你上来 老板 那个 今天你讲的 那个两个题目 你都过关了 裤子也讲的特别好 而且你的人品 我也相信 这个总监的位置就由你来当 感谢老板的信任 我一定尽尽我的权利 加油 加油 加油